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对中方制裁的这种反应可以说是在意料之中 大家观察西方国家在这种人权以及民主问题上过去的这些老毛病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些国家一向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是高高在上的 在这种人权民主等一系列的议题上 西方是完全掌握所谓的话语权的 那么对中国进行指责对其他的一些国家指手画脚 用人权民主等议题对其他国家干涉内政 这已经成为了西方国家惯用的一种方式 现在即使中方进行了这种制裁的措施 来提醒这些国家要改正以往的错误 现在并不能够再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与中国相处 这些国家也不可能马上接受到中方的信息 高高在上以及在这种人权问题上的一些固有的观念 仍然是这些国家的老毛病 但是大家看到 不管是英国首相约翰逊为反华议员站台 还是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做出了相关的表态 都反映出的是中国的制裁措施 确实是打痛了这些国家 我们的制裁措施 我们在这种人权民主问题上 对西方抹黑的反击 包括在未来 人类社会国际上更多的国家 如何来思考人权和民主问题 什么才是国际标准等一系列的这些议题上 现在的西方国家是变得更加的不自信 而不是更加的这种高高在上 或者是说他们认为自己手里 真正完全掌握着这种话语权 所以看到中方的一系列的动作 必然会引起他们的这种恐慌 他们的这种反弹是基于心虚 而不是所谓的自信 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 对于这些西方的政客来说 尽管在进行政治秀 尽管在以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强势的方式 来捍卫他们此前所做出的一系列的 我们说所谓的这种负面的举动 当然捍卫也是要打引号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举动 不光是中国不买账 在他们国内也有很多民众是不买账的 尤其是针对一些政客 打着人权民主的旗号 对其他国家的内政来进行干预 打着人权民主的旗号 高高在上指手画脚 很多的西方国家 国内的民众认为 自己的国家 包括自己的政府 在人权和民主的问题上 本身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对于这种傲慢 对于这种凭空的 对中国的无端的指责 很多人是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的 也就是说 现在对于这些西方国家来说 在想肆意的抹黑中国 在想愚弄自己的民众 已经并不是一件 能够任意完成的这种任务 也并不是他们能够肆意实现的一个目标 可以说